日本新首相上台没多久就遭到了一次暴击 他最大的政治资产面临破产境地 日本首相石鹏帽上台不久便开启了他的外交活动 令人意外的是他的首选地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 而是东南亚 显示出他对亚太战略的高度重视 然而现在看来他最重要的政治资产 亚太版北约构思大概率要彻底破产了 日本媒体报道 石鹏帽在动身前往老挝首都金边 参加东盟首脑峰会前夕对媒体表示 他不打算向东盟国家领导人提及自己的亚太版北约构思 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石鹏帽的核心外交主张 已经濒临失败 此前石鹏帽曾大理推销亚太版北约构思 但遭到了美国和印度的明确拒绝 尤其是印尼媒体甚至公开发出黄牌警告 提醒石鹏帽东盟国家对这个构想没有什么兴趣 如果他执意推行将被视为一种极大的冒犯 显然这个警告让石鹏帽有所顾忌 他选择老挝作为首访目的地 试图展示自己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 但如果他的亚太版北约构思惹得各国不快 那么他的外交成果几乎等于零 白费力 石鹏帽解释 不提及这一构想的原因是 自民党内部还没有达成对该问题的一致意见 但事实是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主要外交主张 如今看起来几乎都没法实现 这无疑为他的内阁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许多媒体甚至猜测 石鹏帽很可能成为一届短命首相 当然石鹏帽也未必一定就短命 唯一的希望就在于 他能否盘活日本经济 并在国内治理方面有所建树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 他必须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显而易见 如果石鹏帽想要成功放弃亚太版北约构思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 你看从一开始 石鹏帽的计划就是一场妄想 他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 按理说经过多年的吹炼和日本政坛的摸爬滚打 并且还和中方有一定的接触 应该对中国还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才对 然而他依然提出一个如此不成熟的构想 只能说明他和当下的日本政客 在战略眼光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端板 日本这种战术决定战略的思维方式 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小国的局限性 日本的国力有限 往往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顺着道走 先看看能做什么再决定最终的目标 而大国往往先设定宏大目标 再制定相应战略策略 因此日本常常制定出与现实不符的战略 结果就是四处奔闭 也希望石鹏帽先生能够吸取教训 认清中日之间的体量差距 正如咱中国一句老话说的 一力降时会 不论日本的策略多么精妙 只要是针对中国的 都会因为两国的实力差距 显得这个策略不切实际 因此石鹏帽应该放下这些幻想 认真考虑如何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这才是对日本最有利的选择